我的武帝只有一个 现在已经完成了 好险还以为撑不下去了呢 孙悟空 大师兄回来了 大师兄 你回来了 大家小心 传说中的大妖 孙悟空 孙悟空 风云被解除了 一群没用的家伙 孙悟空 十六年前 已经死在我手上 现在 如果是有我们野鬼 还撑什么枪 有这虚心的巨像 给我修饰吧 苏悟空的魂魄 必须依附在尸体上 才能现实 并非这些尸宽 他依附的身 师父 我们又见面了 悟空 你依附在白狼身上 我见这小鬼 资质不错 就借他身体 用一用 现在的白狼 就是悟空师兄 悟空师兄 你没事就好 老猪为了救你 出了好多力呢 别过来 我这样就没事 开什么玩笑 悟空师兄 我一死了 我被砍头了 现在不过是无主公魂 我孙悟空 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满天神佛来叫我干架 我都没怕过 偏偏是曾经和我出生入死的师父出卖我 如果你不验证 老子可以横骚整个天宫 这必须变化都太出电 再在敌尸天头上拉炮使再走 都没有问题 师父 为什么不信我 既然你当年不信我 让我被天中杀死 现在 对不起 武功 我是来说对不起的 你说得对 我应该相信你 而我没有 是我做错了 武功 对不起 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一句 我都不好意思挖火了 那就算了吧 师父 你伤得不轻 快要心情调戏一下 这一地的事 就要给我来处理 你的魂魄 只是暂时依附在白狼身上 要等 太勉强了吧 这狼腰身体 这狼腰身体跟我相性不错 这狼腰身体跟我相性不错 我发挥出百分之低的事 刚刚好 招呼这位老朋友 是不是 三眼 孙悟空 即使你全力以赴也不是我的对手 好 何况这个样子 对付你的话 这些足够了 不好 跟十六年前一样 打败未能全力作诈的你 不会令我愉快 今天 我的职责是收回齐精 你就要此离开去阴间上路 我不会阴止 嘿嘿嘿 你在说什么笑话 还不如 你也静静带着人回去 我也不会总烦你 怎么样 可爱 我只能再次杀死你 八戒无尽 大师兄 什么事 你们负责保护好师父 我去打翻一下狗氏的家伙 师兄 放心吧 悟空 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就好像回到了那时候 这十六年一切都在改变 但那熟悉的笑容 一看就会明白 孙悟空上是孙悟空 没变 你 你们师徒续救 续够了 三眼 你这么心急干什么 就这么想被我打败吗 呵呵呵 被困在海底十几年 终于有机会大型身手 怎么能马马不顾 花果山兵团 你们出来 那那那那那 大狼他还是这样没帐放我的 你 三眼神将 天军战士 你们听好了 花果山水帘洞齐天大圣孙悟空在此 不怕死的 就给我来吧 这样吵闹的孙悟生人 很多年你们听过 哼 大师兄还是那么浮夸 哼 由他去吧 天军战士 集中注意 别受干扰 是 孙悟空 这些把戏有什么用 三眼 你还是这么无趣啊 嫌没用 那就尝尝这个吧 没得好远哪 不错 看来 先解决三眼神将 大家也无法上路呢 师傅 你们留到这里等我吧 我会回来的 取我一步 不错 孙悟空 今天 就在这里了结你 你说什么大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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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将 我今天 就要报当年砍仇之仇 你的结局 只有再次失败 而且还要赔上狼幽的性命 太多了 就是 我 你 我 不可惜 好痛啊 不愧是天机中圈 一不小心 就被你死要不放 孙悟空 我的职责是收回奇迹 我的工作是为天界扫除害虫业障 也就是你 职责就是职责 三眼 你还会说别的吗 你多少年没放过架了 时间一日有你这样的交 我就不会休息 那你就注定一辈子没架放了 你这张用拳 是搞不死我孙悟空的 孙悟空 别忘记当年就是我将你斩首处决的 你今天的结局 也是一样 死 龚泉 你还好意思说当年 要不是因为警徒咒 你当年早就被我揍扁了 这 是要还你的 摩天大报 这是玩笑吗 谁跟你开玩笑 你不痛 早说过了 你的魂魄衣服在狼妖身上 怎么可能发挥权力 面对我 是不会有奇迹发生的 你只有死 你可真无情 我们都认识三百年了 没人一块木头三百年 也会有感情的呀 胡言乱语 别废话了 会再次杀死你 你是无主之魂 这一招恐怕会让你灰飞烟灭 哇 这一招 那倒是 天中 这就是 是你已经杀我的那一招 水纸了 刚开打的时候 我的确是不出力 但现在 我已经适应了这个身体 这有多了 而且瞬间划解我的穿心意气 小忠拳 轮到我了 三千八分 才变多些 有一个我 变成三千个 怕了没 一起上 来抓我呀 不打打打 放血 吵吵吵吵吵吵 真烦人 混散开来 黄兽能力 会变得脆弱 都轰散了 应该还有一个 找我吗 我在这里呀 你虽然有三只眼睛 也会看漏呢 不聊的把势 很恼火吗 你努力食于身体 就为了施展这种变小之后 到处乱跳的法术吗 想要大的吗 一点大的 一来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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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三眼 这个就是你想要的 这狗狂暴的力量 我就是齐天大圣 孙武功 天上的家伙 有种就下来 导致 把你们统统揍鞭 嘿嘿嘿嘿